远处是在地球上小有名气的国会山 由于今早漫天的迷雾 大家就脑补一下它的长相吧 这里是华盛顿联合车站的站前广场 可以注意到上期视频赫然耸立在广场上的大别墅 已经在某次首都世荣世贸专项整治行动中被重点打击了 到现在为止我们绕了美国大半圈 这是少数长得像火车站的火车站 我们的环美行程已经进入了下半场 今天我们将走过西方球铁路客运的天花板 东北走廊的全城 经威尔明顿、费城、纽约、斯坦福和纽黑文中转 到达波士顿 虽然这座车站看起来不旧 但实际上也确实如此 车站始建于1908年 但在20世纪80年代翻新过 和现在的上海站一个年代 这个规模看起来就是大站 华盛顿站是媒体客流第二桌的车站 2023年的媒体的年课流量475万人次 虽然还不如包头站多 车站信息能涨满整张大盘 在西半球还是挺稀奇的 我们要做的是媒体佛蒙特人号56次列车 我们从一层进站 地下还有一层 是美食广场 不过对于中国味来说算不上美食了 有卖衣服的有点神奇 更神奇的是卖的衣服居然还符合亚洲宝宝的体质 车站的行方房采用了机场的同款设备 鸽子遛过后车室 本站的设计主打一个与大自然和谐共处 按字母编号的进站口一字排开 正对站台尽头 后车室座位很少 我们上次下车的站台在前方远处的二层 因为那里不是镜头式站台 通往弗吉尼亚州的线路需要下穿站防 本车是始发车 提前20分钟开始检票 毕竟是经济重地 站台封闭式管理 对于看火车的朋友来说不太自由 每天软座车像北京市郊铁路一样 不指定座位 人多的时候座位全靠抢 所以这里多少有点曾经北京北战百米冲刺的意思 本车全列座车是上期环美行程中出现的M-Fleet型客车 内饰就不赘述了 旁边站台发出的是媒体的动车组列车 阿希特特快 我们之后要坐 8点10分 56次列车正点失发 旁边站台上的双层车属于马里兰交通局Mark的通行火车 主要服务于马里兰州的在京务工人员 这车的车门在中层方便停靠高站台 远处通过的是华盛顿红线的地铁列车 联合车站是我们这一路上第二个通地铁的火车站 与之前一路上看到老木屋相比 华盛顿有点太城市化了 我们乘坐的佛蒙特人号列车顾名思义 招发西智往返于华盛顿和佛蒙特州的三大Albans之间 南半段途径东北走廊 而我们只坐177公里在威尔明顿下车 在中途停靠三站的情况下 用时只需要1小时26分钟 速度不亚于霍尔浩特到包头的喉板动车 也就是动机 由于我们是提前很久买票 所以票价只要15美元 车上客流不错 我刚才抢到靠窗的座位拼的是角速 列车出站后不久 城市风光就消之殆尽 跨过了一条河 便进入了首都的后花园 马里兰州 8点21分 列车到达了马里兰州的第一站 New Carrotan 虽然这个地方的知名度略低 但上车的乘客也不少 这就是东北走廊的日常 为媒体贡献了一半以上的客流 东北走廊是媒体线路的天花板 也是美国硕国仅存的电气化铁路之一 号称是四线并行 但是靠近华盛顿的南端是三线 由于东北走廊是媒体自家的线路 所以不存在带旅客为货物 为货车退避三舍的情况 在这名副其实的客运专线上 在正点运行的情况下 即使是慢车的运行速度 也比国铁既有限量的大部分 朴素列车要快 一架西南航空的737略过 这里是巴尔地摩机场 全称是巴尔地摩华盛顿国际机场 有蹭热度的嫌疑 故意或者不小心 在这里下飞机的旅客 去往华盛顿市区需要乘坐火车 和正定机场站差不多 从媒体的巴尔地摩机场站 走路去航站楼 小有难度 需要乘坐百度车 等等 巴尔地摩机场 现在火车经过的是 如雷贯耳的巴尔地摩 暴力犯罪率在美国居居第三名 之前经过的新阿尔良 跟他一笔都算是岁月静好了 在各路豪杰 孜孜不倦 夜以继日的可持续性金更细座下 这边鸿海2019年 平均50个人里 才有一起暴力犯罪 巴尔地摩的西部 更是城市第三产业 最繁华的地区 有一种沦落的美 巴尔地摩市中心的铁路 已经在同治12年入地 也就是1873年 这隧道比华盛顿市区的铁路隧道还要古老 基建狂磨得太早也不完全是好事 由于隧道太矮 美铁的Superliner车型无法通过 所以东北走廊上没有高大的美铁双层车 只有类似于刚刚看到的通勤铁路的青春版双层车 9点01分 我们现在到达了位于巴尔地摩市中心的 巴尔地摩宾夕法尼亚车站 和纽约火车站一样 叫做宾夕法尼亚 并不是因为它在宾夕法尼亚州 而是因为这曾经是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的车站 车站有三个导师站台 有天桥 古朴的如同改造之前的无锡站扑塑厂 和无锡站一样 东北走廊的车站都是高站台 物理上无法停靠低开门的媒体双层车 本站是客流量第六多的媒体车站 超过了洛杉矶联合车站 巴尔地摩城市人口60万 都会区约280万 略多于包头 在往日新闻中存在感很高 医术精湛的约翰霍夫金斯大学就坐落于此 离谱的是 即使马里兰的最大城市是巴尔地摩这样重量级的地方 马里兰州依然是家庭收入中位数最高的轴 罗马和罗马近在咫尺 天堂和地域相伴而生 马里兰州人口618万 面积只有3200万平方千米 略大于包头10 在美国地图上不太齐呀 美国东北部的很多州都很小 相比于火车开一天都走不出的加州 大半天就可以速从东北走廊途经的八个州 算是车票效益最大化了 现在的线路是四线并行 按理说美国铁路是靠右行车 但为什么车目前在佐企第二条古道上运行呢 据我所知是一无所知 东北走廊靠近大西洋海岸 一路上会路过不少河流入海口和海湾 现在列车进入特拉华州 这个州不能说是名声在外吧 至少也可以说是默默无闻 除了第一个加入联邦的州 地方小免消费税之外似乎没有什么特点 人口100万出头 面积6450平方千米 还没有苏州大 9点47分 我们的列车晚点13分钟到达了威尔伦顿 这是特拉华州最大的城市 或者说是唯一一项城市的地方 整个城市虽然跟巴尔地模比真的太逊了 但是和安全毫不沾边 车厢和站台间的缝隙吞掉一台手机毫无压力 本站是一岛二侧三个站台面 一共三条骨道 也就是列车直接在正线停车 我姐的切割正线跟她一比都有点太委婉了 列车的本物是西门子的ACS64型电力机车 这是美姐唯一的一款电力机车 东北走大战的美姐朴素列车都是由她来迁移 虽然她的持续牵引功率只有5000千瓦 不如7200千瓦来和谐3D 但是她的最高运行速度能达到200千米每小时 弗蒙特人号编组为五软座一餐车 这样功率的机车或许牵引不动太长的编组 旁边站台挺好的是大飞城地区Safda通勤铁路的列车 看上去像是地铁 站台的电梯口有为冬天寒冷天气接近设置的玻璃小棚 这刷卡机是通勤铁路的 全部站台都位于高架上 我为什么要在这里下车呢 难道这座城市有什么亮点吗 答案是一个字 没有 来这里的已经不是一般游客了 车站后车室很小 我们将在半小时后从这里乘坐东北区域号86次列车去往费城 10点21分86次列车正点进站 编组为八软座一餐车 从这里到费城只有一站地 40公里 正点运行时间22分钟 飘下6刀 东北区域号是运行在东北走廊及 引进支向的短途辅速列车 列车广播和说唱一样 这车票想算是回本了 现在线路旁边的不是海是特拉华河 和对岸属于新德西州 现在列车进入了宾夕法尼亚州 这座小镇是Chester 虽然看起来有点生机盎然 但镇不可貌相 这是宾州最危险的城市之一 东北部和西部是这样的 城市小不是安全的充分条件 这个宾州不是在山东 在西半球 从大西洋一直扩展到五大湖 面积12平方千米 介于江苏和安徽之间 人口只有1300万 这已经算是人口第五多的州了 废城的市中心 用路眼帘 10点45分 列车早点2分钟 大达废城30街车站 30街车站是费城的主要火车站 美姐客流量稍少于 华盛顿联合车站 未变美国第三 火车站始建于1933年 于80年代重修 战亭和华盛顿站的豪华程度 不相上下 本站采用了和国内不少高铁车站 一样的高价后车式 排列在站房两侧的进站口 通往下层的六个岛市站台 车站内甚至还有租车公司的网点 这是在火车只是 Cosplay公共交通工具的 美国大部分地区无法想象的 本站与市中心隔阂相望 不仅是东北走廊上 列车必挺的大站 也是费城都会区及铁路轻轨公交 和通行火车于一身的综合交通枢纽 而Septa通行火车 有三个站台就在远处的高架上 与美姐的站台互相垂直 上扰站的属于是 车站西侧不远处有一个伊本大学 宾夕法尼亚大学 我们在费城体察一段时间的 风土人情后返回车站 继续行程 我们要乘坐P-Store列车去往纽约 G10号是连接宾州首府 小民鼎鼎的哈里斯堡 和纽约的短途列车 由宾州政府课金赞助 本车在费城进出东北走廊 正点停车23分钟 理论上是要换向 但实际上墙后各挂一个机车 而且基本是固定编组 四捨五入等于动机 车底依然是M Fleet 14点15分列车正点发车 从费城到纽约146公里 中途停靠三站 正点运行时间一小时25分 费城是宾州的最大城市 人口约160万 包括刚刚经过的威尔明顿的都会区 总人口625万 是美国的第八大都会区 车站旁边客气站里停靠了 新版的媒体动车组列车 原本要在2023年上线 但是对于生销暑歌的媒体来说 一年之后这些车还在囤回 也是意料之中情理之中 媒体终于只愣了一回 比汽车快了 我们体验的是 Kisto在东北走廊 费城和纽约之间的路段 而从卡里斯堡到费城的路段 也是媒体自营的电气滑铁路 因此本线路得以在工作日和周末 分别开行13对和7对列车 列车跨过特拉伐河 离开宾州进入了新泽西州 过河后到达新泽西州的首府特伦顿 天子守周门了属于市 虽然这里人口不到9万 但是暴力犯罪率千分之12 和威尔明顿沃龙凤厨 针肩对卖吗 14点41分 列车早点一分钟到站 14点50分到达Princeton Junction车站 看起来车站周边比九旋站还村 但这样也好 无私处之乱儿 无暗读之劳行 适合好好学习 普林斯顿大学就在这附近 有通行火车接驳到本站 不过咱们这种早就开始 攻读社会大学的人 就不去凑热闹了 这双重车属于新泽西公交公司 NJ Transit的通行贴路 这公司几乎垄断了全州的公交 轨道交通和通行火车 看起来很厉害是吧 但新泽西州其实才2.25万平方千米 还没有包头是大 人力资源却非常丰富 有928万人 是美国人口密度最高的州 所以列车会经过很多这样的小城市 现在列车的速度高达175千米每小时 比桶还快 由于我买票很早 所以只需要17到 如果临近出发日期才买票 就要尝尝浮冬飘下的铁拳了 本车从费城到纽约几乎满座 得益于与东北走廊相伴的 一个个Septa NJ Transit这样的复杂通勤铁路系统 小城市的居民每天乘坐火车 去往费城纽约这样的大城市上班 像喝水一样平常 列车接近新德西的最大城市 纽瓦克 城市人口约30万 旁边是新德西与纽约市之间的地铁 PASS的车辆段 15点19分 列车到达纽瓦克站 这里在各位大闲致盛先师 和灵活居住者的心情耕耘下 也是欣欣向荣 治安吧 你别说还真别说 即使如此 新德西依然是家庭输入 中位数第三高的州 本站这一层的站台有三岛两侧 地铁也站在了其中一个站台面 别看宁瓦克还在新德西州 他离新乡站 好不 纽约站也就16公里了 相当于通州城区到三环边的CBD 拆大北京大北窑的距离 列车通过Psychox Junction车站 这层站台下方还有一层站台 与东北走廊的线路垂直 果然地球是圆的 我们坐了一个小时的火车 从上饶站又回到了上饶站 纽约是一座人口800多万的大城市 接近它的时候却油爆皮半半遮面 呈现在眼前的是湿地生态系统 列车离开新德西州之前 就早早进入了跨哈德逊河的隧道 前往曼哈顿 它叫北河隧道 于1910年通车 时至近日我们也能再让隧道里体验 上百年前没有手机信号的生活 列车接近纽约车站 虽然车站咽喉处线路复杂 但实际上隧道里只有两条正线 所以高峰期在这里经常独火车 列车早点五分钟到达 摩尼汉初一号 这个地名看起来很陌生 而实际它就是有一定感知度的 宾夕法尼亚车站的一个新站厅 本站是美铁客流量最大的火车站 2023台年客流量1025万人次 是第二名华盛顿联合车站的两倍多 这里的列车最远可以去往 芝加哥、迈阿密和新奥尔良 还有国际连运列车去往加拿大的 多伦多和蒙特利尔 这个现代感十足的战争 是在2021年才投入运营的 这么大的车站显然不是只为 媒体准备的 本站还有去往新特级的NJ Transit 和去往纽约市东部长岛的 长岛铁路通行火车时发中道 车站大平让人眼花缭乱 比上海虹桥站的还复杂 为了挺好这么多的列车 这里有11个早市站台 整个车站横跨两个街区 有好几个站停和地铁出路口 高低迷迷不知西东 即使我们非常努力 也可能凭本时迷路 我们终于重建天日 这是曼哈顿的中城 这是迄今为止我们环美行程中 去过的活人最密集的地方 远处脑台上顶着一个针头的建筑 就是帝国大厦 千万别被地铁站光线亮丽的出入口蒙蔽 进站后你会立马回到100年前 马路左边的建筑是上世纪60年代 拆出宾心法尼亚车站脑站坊后 兴建的麦迪逊花园广场 纽约尼克斯的主场留在里面 火车站停只得屈居地下 而马路右边的站坊就是刚下车的 摩尼函Tree Hall 由曾经的邮政大楼改造而来 能在21世纪的市中心开辟出一个 焕然一新的站坊 处于是在美幅开挂 相比于疯狂拆战车线的50多年前 现在的美国铁路其实有所恢复 我们修整一下后 回到纽约车站继续乘车 沿东北走到去往康涅狄格州的斯坦福 现在是工作日的晚高峰 车站内挤满了帆乡的打工者 由于座位基本靠抢 所以我们的大盘前时刻准备着 当看到我们的1484列车进站口确定以后 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响叮当之势冲过去排队 不过进站口处不会检票 查票还是要靠车上的乘务员 当然这么些人的车站 放国内还是要坐小孩的桌 我们乘坐的列车是从华盛顿去往马萨诸塞州 斯布林菲尔德的东北区域号列车 18点44分列车准时发车 以宾夕法尼亚车站为计 以西的隧道叫北河隧道 以东的叫东河隧道 横川曼哈顿中城和以东的东河 两条隧道同时通车 不同的是东河隧道内有四条孤岛 有没减合长导鞋路的列车运行 列车在皇后区的长导城出土 这趟行程从纽约到斯坦福58公里 运行时间53分钟 票价居然要17早 这就是买票太晚的后果 水渔号跟它一笔都算是不美价廉了 请忽略进处密密麻麻还不如县城的自建房 远处是高楼银翼的曼哈顿 整个纽约都会区人口约2200万 虽然这是美国人口最多的都会区 但是和北京上海一比也算是地广人稀了 高楼大厦只集中在曼哈顿和周边的一些地区 这里是纽约最北端的布朗克斯 听起来赫赫无名 不过没听说过它也是一种福报 因为这样就不会灵光一闪来这里玩 近距离观赏真人版试剂和GTA还是稍有危险性的 列车的上升率大约60% 其实很多住在纽约以北的劳动地不会选择媒体通勤 而是会选择班次更多直通曼哈顿中程C位大中央车站 用时更短准甲率更高的大路汇北方铁路 19点11分列车早点6分钟到达纽约州的最后一站 妞州小 列车进入了康尼迪克州面积略比特拉华州大 约14000平方千米 不如北京市大 人口只有360万 这里离纽约市区说近不近说远不远 有不少正心跳起铁杆庄稼的有钱人小镇 比如现在路过的 Metronauts列车正在停靠的格林威治 号称是美国最富有的城市 看起来也不过如此 但是我宁愿一贫如洗 不堪重负一辈子住在这里 也不愿意去出卖剩余价值啊 19点37分列车正点到达斯坦福车站 这个斯坦福和加州的那个斯坦福 关系就好像是罗密欧与忽必变 也就是关系无限趋近于零 斯坦福站的站台是二岛二侧 比包头东站的还大 本站的编组自机后起为四软座 一商务座和餐车河道车 二软座一商务座 商务座也不管饭属于鸡肋 所以咱们一趟也没坐 天色已晚我们去一个大车店住下 明早继续赶路 现在是早晨6点钟 按洪水中时学生坐西起床的我们 已经来到了火车站 将又一次乘坐东北区域号 这次去往的是纽黑文 一个小匣子是车站显示屏 没说我们的列车将会停靠哪个站台 一旦猜错站台 已途径一分钟的停车时间 只要上下楼梯博尔特来了 都未必赶得上火车 6点18分 66次列车晚点两分钟进站 编组是四转座一餐车 比其他东北区域号的列车短了不少 正如它的时刻一样不同寻常 本车于前一天的下午 从弗吉尼亚州的Rawandok10发 晚上10点左右到达华盛顿 作为东北走达的晚班车 于凌晨2点到达 纽约宾西法尼亚大酒店 停靠三个半小时后再发车 摇身一变成为了早班车 上午到达重点站波士顿 土贵乌拉和苏吉两个大酒店 怕不是吸血东建 这车几年前还有沃铺编组 算是美姐的流动宾馆了 美中不足的是 软座旅客也把火车当作宾馆了 每人站两个座位睡觉 我喜提车门口的站票 从纽约往北 沿途的湿地多了一些 远处是95号洲际公路 是东海岸的南北干线 相当于神海高速 这里是北北40度 也是大陆东岸 和天津唐山差不多一个维度 植位却截然不同 还好我们到纽黑文 只需要40分钟 由于时刻不太阳减 所以63公里的票价只要4刀 我们坐火车闲逛的时候 很多社畜已经踏上了上班的列车 6辆46分 列车现在到达了Bridgeport站 有人会把新英格兰当作的美国东北部 而严格意义上的新英格兰 只包括康州 以及更北边的一共6个州 纽约和新泽西都不算 这段线路质量一般 目前列车的速度 只有120千米每小时 不过乘坐动车组 就是嫌太多了 现在路过了另一个斯塔福 Stanford和Stanford离的不远 对于英语不好的人来说 就相当于不认识汉字 只能看拼音翻译的乘客 在航生线上连续路过 宁海和林海一样 下队站全靠运气 7点07分 列车到达了 纽黑门联合车站 纽黑门应该是康州最出名的城市 烟鲁大学就在这里 不过这座人口13万的小城 智安状况属于是属于是了 本站有四个倒式站台 快赶上包头站多了 这里除了美姐之外 还有去往纽约的Metro North 和康州州内自娱自乐的通勤火车 美姐车站后车市和国内相比 没有很大的 这个站坊是1920年建成的 被坐成后车市椅子的树 大约已经重开上百年了吧 离开东北走廊之前 当然要体验一下美姐的天花板 接下来我们要乘坐 美姐的唯一动车组列车 阿希特特快2152次去往波士顿 这四位数的车次可不是跨局普快 更不是日照到郑州的普快闹鬼复活 两辆东北区域号汇车 这几天我们坐了太多的东北区域号 它算是美姐发车班次最多的线路 每天十多对 2023年它的年课流量是916万人次 接近美姐总课流量的三分之一 而阿希特特快是客流第二多的路线 大约是东北区域号的三分之一 时间44分 它来了满点6分钟 车头像动驴 而它确实也是阿尔斯松和唐玛迪制造的 制造于世纪之交 除了布宰克的车头和车位 编组是二商务车 一餐车 二商务车和一一种座车 这个排部和国内的动车差不多 参车在编组中部 一等座定员44人 座位是2加1布局 广泛 但是咱私前想后 还是选择到2加2布局的商务座 定员65人 商务座居然比一等座低级 为什么不叫二等座呢? 因为它善 每节载客车厢长25.5米 宽3.16米 比CRH5稍长 但是宽度基本一样 坐以空间很大 有动车标配的脚踏板和小桌板 脚下靠墙的地方有插座 只是过道旁边的座位旅客想充电需要客服射空 要和靠床的旅客打招呼 乘坐体验比动驴还是舒服不少的 尤其是和快飞呼局集齐的倒坐驴相比 小桌板前面有网兜 里面有看都不看的安全须知 座椅角度可调 但是还没有完全弄明白怎么玩 车厢采用了窗帘而不是遮光板 没有面壁座还是挺好的 阅读灯安在座椅上方的行李架上 行李架要比国内动车的大 每排座椅的编号是ACDF 值得注意的是R76的动车对号主座 一路想坐的我们都有点不习惯了 车厢两个的车顶显示屏 只显示到站信息和一些聊胜于无的通知 不显示速度 其实每节车厢也有一些对桌 车厢两端有大间距的座位 方便了行动不变者 车厢一端走廊的一边有两个卫生间 其中一个是无障碍的 另一边有一个饮水机就是没有开水泡茶 到波士顿以后到的海里 和没一些朴素的洗手间相比 动车的洗手间除了宽了一些 没有什么区别 不像国铁动车和朴素列车洗手间那样 区别大到有升值隔离 而车厢的另一端没有洗手间 一边是不明决定的高端设备 另一边是垃圾桶和大间行李存胖处 我们丝毫看不出这是用了20多年的老车 那么这样的座位是什么样的票价呢 从纽黑门到波士顿372公里 我买到了便宜到不能再便宜的票 是45刀 折合0.88元每公里 比国内动车二等座还是贵的不少 而这趟行程的运行时间是2小时5分 平均速度179千米每小时 算是达到了国内动车的及格线 当前线路沿着大西洋海岸抖折蛇行 速度达到了190千米每小时 大概国内在2011年动车降速之前 动车都不敢在机油线上开这么快 阿希特拓快大约工作日一天13吨 周末四吨 周日十吨 其中一些是纽约华盛顿 或者纽约波士顿这样的区间车 加上其他媒体列车 作为美国铁路客运 江湾版的东北走廊 班次也不算很密集 班次最多的废群到纽约区间 也才51吨媒体 跟户号特到高手之间的 旅客列车对数差不多 然而通行火车是东北走廊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很好满足了短途旅客的需求 只要愿意 你可以通过不断换乘通行火车 从特拉华州一直坐到康州的东部 也就是这里 现在列车经过新伦敦站 新大陆上到处都是新造的城 比如之前路过的纽约纽黑文 他们抒发了早期殖民者的思乡之情 出站后的弯道族一张 我们看到短边动车的列位 这段像素滴在东北走廊 是名副其实的海景铁路 只不过这种海景嘛 跟地球人印象中的海景小有区别 类似于坐航山线动车看到的海 现在列车进入了罗德岛州 这是美国最小的州 量级40001平方公里 大约是三分之二个上海 人口高达110万 即使如此 它的人口密度居美国第二 罗德岛和青岛一样 不是个岛 只是靠着海而已 阿希特特外是既有线的动车 因此各段的线速不尽相同 时快时慢 进入罗德岛后列车开始远离海岸 运行速度也快了不少 基本在140英里每小时以上 也就是大约230公里 最快能达到240公里 已经非常接近第六次大起速后 京广线上最快的区段 举上到孟喵 要知道这铁路比京广线还要早半个多世纪 现在都快200岁了 这段算是东北走廊限速最高的区段 东北走廊从华盛顿到波士顿739公里 阿希特特特外的平均运行时间在7小时左右 被大站的停号时间和太多的限速点拖了后腿 平均速度还不如呼吁的动车 列车开始减速即将到达普罗维登斯车站 这是罗德岛最大的城市也是首府 这里已经属于大波士顿地区 但它和波士顿不属于同一个州 马鞍山至于南京的属于市 本站有两个导师站台 12点12分 列车晚点7分钟发车 我们在东北走廊上请坐的六趟短途列车 晚点时间都可防可控 不像其他地方的媒体 买票还能免费治疗低血压 晚点时间以小时为单位 当然每年东北走廊不因线路故障大逢晚点一个几次 都不好意思过来年的元旦 列车再次加速到200千米每小时以上 进入了马萨诸塞州 这里的家庭收入中位数在50个州中仅次于马里兰 也是个很有文凭的地方 麻省理工和哈佛这样的世界双一流大学都坐落于此 高端的列车往往只需要最简单的爆炸 本车采用了人工爆炸 而不是各位旅客 媒体优才提醒您 前方道站是128号公路 这站的名字有点草率 跟乘管铁路上的迎兵路站差不多 不过128号公路有特殊的意义 它的沿线地区一度在高科技产业上与硅谷激烈竞争 然而现在已经成为了尘封的王室 由于是对号入座 阿希特特化沿线的各站站台也有动车组停车标 但它对着则是车厢中部 列车厢中点站波士顿狂标 波士顿都会区人口约830万 是美国第七大都会区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经过了美国前十个都会区中的8个 海叉达拉斯和芝加哥 这些小站属于大波士顿地区MBTA通行铁路 直到这里本车的上座率90%以上 不同于不少线路需要州政府和联邦政府充值 阿希特特快是媒体的遥闲数 12.42分列车到达了波士顿后半站 这里属于波士顿市区的边缘 有一到一侧三个站台边 不少旅客从这里下车 铁路华是90号周期公路 从波士顿到西雅图 与我们接下来的华美行程路线接近 从后弯到中简站波士顿南站只有不到两公里 这还不是媒体最短的占据 旁边的列车就是MBTA通行火车 全部由内燃机车牵引 即使是对于完全在电气化东北走廊上的路线 对国家来说在电气化铁路上跑油车有点奢侈 12点45分列车重点到达中简站波士顿南站 本站有六个导师站台和两个测试站台 略多于青岛站 东北走廊上的大站规模都不小 比其他地方伪装成媒体火车站的乘降所大多了 但这里的火车队员只能到达弗吉尼亚和芝加哥 东海岸往南的长途列车都是在纽约始发中到的 东北走廊到此为止 本站是个尽头站 之所以这里叫做南站是因为波士顿还有一个北站 也是个尽头站 整个车站全面复盘就有案例 赤透市场环境 找到新抓手发力新路径 通过新的引爆点来提升市场的感知度 以结果导向作为根本逻辑 进行势能积累 最终实现了公共交通与商业价值的偶合 与其说是商场建在火车站里 不如说火车站建在商场里 波士顿南站始建于1899年和青岛站属于一个年代 上有苍天下有地铁 本次的旅程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 下一期我们将从这里乘坐火车去往芝加哥 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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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期再见